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说今年的DSE中学民朋友的中文科 就考学生这四个字里面 第四个是为什么 就说有七成多的学生都答不出 答不出就不奇怪 除非真的读过出诗表 因为这四个字在出诗表里面出现 今天没有人把它当成语来用的 如果你读过出诗表 那老师一定有解过的 这四个字的读法是 职佛装皮 皮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 读过否字 常用字当中有这个字 读过否 可否 应否 能否 或者说否定 否认 是有一个不是的意思 有一个不的意思 这个就是否认 那什么时候读皮呢 只有一个情形之下读皮 就是我们有一个成语 是皮极太来 大家听过了 就不读否极太来 皮极太来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来自两个卦的名字 皮这个卦呢 上面是个乾 下面呢 是个坤 大家知道 乾卦 代表天 坤卦代表地 因为天在上 地在下 天地分开 天地相夹 万物不通 于是 就 什么都不相信 所以 这个卦 就表示坏 表示不好 这个意思的 那么 那个卦名呢 就叫做 皮卦 太卦 就是刚刚调转 就是 地就走在上面 就是 坤卦在上面 乾卦在底下 那因为呢 它说 天气就向下 地气就向上 于是呢 就万物 就相通 于是呢 就表示 暢顺 那意思 所以太呢 就表示顺 表示好 这个意思 皮疾 太久 就是坏日子 就过了 现在呢 好日子就来了 那意思 那 是啊 这个是卦名 为什么不读 否卦 要读皮卦呢 那 都很难认的 有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是混乱了 因为原来这个卦 另外还有一个名 是用这个字的 这个字 现在没有用的了 那如果你说 什么字呢 你加多个耳朵呢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皮 是皮是卑皮的皮 那原来呢 古字 没有这个耳朵 这边呢 已经读过皮字 那么 皮卦就是解坏的意思 那么 后来呢 因为 又用了这个 来做名 于是呢 那些人就照读 原来的这个皮字 就将这个 否字呢 就读作皮 于是就有皮疾太来 这件事了 那 但是这个 词语里面呢 呢 还多了一个复杂的东西 这个皮呢 照这个说法呢 是应该作为 名词或者形容词 就是坏的 或者坏的处境 那意思嘛 在这里呢 是当作动词用的 所以这个皮呢 是解批评 或者解这个 斥责 贬斥 这个意思的 就是说它远 装又是当名词 说它好 那意思 就是赞扬 或者批评 这个意思 升官 处分 赞扬 批评 都要做公道些 那这个呢 就是 積佛装皮 不宜而同的意思了